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单位亦都发生一级火 消防员说两个单位的起火原因并没有关联 受到证券行倒闭影响的一批投资者 朝早集体游行去到行政长官办公室请愿 当中豆腐是正达和福权证券公司的投资者 他们指政府没有监管证券行和财务公司 令到他们蒙受损失 要求政府是承担责任 广东广媒公路是发生严重的交通意外 造成21个人死亡 14人受伤 当地的公安在事后立即到场将伤者救出 分别送到附近几间医院抢救 事发在昨天的下午3点钟 现场消息说 一辆向着惠州方向行驶的巴士 想爬头的时候 撞向前面一辆私家车的尾部失控 再同迎面来的一辆大型拖车相撞 小巴上20个人 和拖车上一个人当场死亡 下一次新闻在10点19分